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洛挚伟生父 是圣言会的会饰 是自意大利来的 我今天给你们要分享我的课程 叫信仰小团体建立与灵修培育 上课的地方是在更新文教院 就是周月开学以后 每个星期二晚上 为什么这个课程 目标是回应副传达会 因为我们这次副传达会 有强调我们要继续努力 建立信仰小团体 但是跟我们以前用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不太成功 我们要用一个新的方式 这个方式就是谈去浮传细胞 为什么细胞 因为它有一些优点 尤其是两个 第一个是有一个很清楚的 具体的浮传的方式 因为我们常常说了我们要浮传 但是司马浮传大家都不知道 觉得我不会 那不是要给别人讲道理的 是像我们的近人 就是我们常常遇到的 就是我们的亲戚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同学 常常遇到的一些人 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网络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影片 来协助 因为大家可以先看 以后准备他们的分享 我们课程的重要的大纲 就是我们先看细胞的聚会 还有浮传的方式 那另外一个方面 是我们看什么建立 如果你在你的团区要建立这种细胞 要怎么做 我们会提供很有用的一些资料 尤其是一些影片 这些影片可以解释怎么做的 可以跟其他的教友一起看 那第三个部分 我们要看组长的词人 因为他的教授是很重要 他要带领聚会 也要关心其他的团员 那他要学习一些技巧 第四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看青年 怎么做 因为青年也可以用这个细胞方式 来做青年会 但是需要一些调整 因为按照要符合青年的需要的 那我们上课的进行方式 那我们会先讲一些基本的理论的事情 就是关于浮传细胞 还有关于聚会方式 以后我们上课的时候 会实习 会评估 看哪一个部分做得好 哪一个部分需要补充 欢迎教友来上课 因为可以学习如何浮传 学习 这么把福音传给别人 还有也可以学习 如何建立细胞团体 欢迎大家 谢谢 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震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